嘿 我在發現場 帶動聲音直擊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我是主持人陳鋒德 搶銀行一直是電影影集 不斷出現的這個主題 劇情通常都是這樣子的 可能有某個頭腦超好的一個決策者 並且找來槍手 爆破手 車手去組成一個團隊 過程中可能這個搶案就會發生一些意外 或者是說放下一期超完美搶案之後 團隊不知道什麼原因就分崩離析了 而在台灣從1980年 李施科犯下第一期的持槍搶案之後 這期搶案也成為搶銀行的爛傷 不過我們今天要談的並不是李施科 而是在2000年後接連發生的7期搶案 由於搶匪犯案時都穿著雨衣 媒體也給他取了個稱號 就叫做雨衣大盜 先來介紹這一集的來賓 分別是刑事局第4隊的大隊長陳瑞基 瑞基哥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午安 另外還有一位台北市松山分局的小隊長 吳重雄 重雄哥 風等力好 各位大家好 就是不說不知道 過往我們可能在案發現場 我們講述的都是殺人案比較多一點 感覺起來搶案對於也沒那麼可怕 並竟可能也沒有人死 那警方是不是就比較沒有那麼重視 是嗎 瑞基哥 其實警察對於金融機構的一個維護 是非常重視的 因為他是一個很典型的金錢的惠籍處所 我們今天去搶銀行 它除了會造成輿論 然後整個民意 還有整個銀行體系的安全維護的效果 這種案件我們也怕它產生所謂copycat 的一個模仿效應 所以各警察機關在遇到 相關類似的金融機構的案件 尤其是銀浪搶案或運鈔車搶案 都會用最短的時間 最多的警力 最快的速度 把它插破 把它偵破 把人找到 把錢找回來 是 因為輿論壓力 好像通常來講特別大 因為其實新聞也一直爆 尤其是一個地區發生的搶案 我相信對於市區的治安形象 也不是說特別的好 對不對 其實搶案的可怕 真的聽過才知道 這些搶匪們大多都被逼到走投無路 不會有人沒事去搶銀行吧 而人命在他們看起來 或許就並不是那麼重要了 而那些年搶的其實並不是銀行 而是運鈔車 從2002年到2012年 在11年間 台北就接連發生了七起搶案 說法都近乎如出一側 他們都是同一個人幹的嘛 請聽這一集的 我在安排現場 2007年4月20號 合作金庫中山分行發生了一起搶案 現場甚至有傳出槍響 當時是一個怎樣的狀況呢 瑞基哥 我跟重雄 我們兩個都是參加2012年運鈔車搶案的 專案的小組成員 當時因為發生2012的案件之後 我們研判它可能是重複性案件 同一個人犯案的機率很高 所以我們有回過頭來去把2007年的 這一件合作金庫搶案的資料調出來看 這個案子是發生在2007年的 10月20號的下午3點45分 它主要因為銀行都是3點半就關門 所以運鈔車在送到合作金庫的時候 它已經是最後一站 整個運鈔的過程中 他常常到某一個銀行到底是放款或收款 不確定 可是他到最後一站的時候 他疊定是放款 他放款的時候 這兩名保全的人 因為大門已經關下來 所以他必須要走到65項的後門 來進入合作金庫的後門 這個歹徒當時就埋伏在旁邊 看到這兩名運鈔員持著運鈔袋現金的時候 就從背後先朝第一名保全員開槍 第一槍是打到防彈衣要搶錢 第二名的保全員他也上來制止 結果這個搶錢了 他又再度開槍 結果開槍的子彈剛好貫穿 他整個防彈衣的沒有防彈背心的空隙處 所以貫穿造成第二名保全的一個死亡 當下他就得逞 有搶得有1600多萬的錢 然後迅速的離開現場 我這邊撕掉了 總共搶走了1679萬的現鈔 你剛說他有對其中一名保全來開槍 先對一個開槍 然後後來又對另外一個來制止的人 連續的開槍 其實第一個比較傷重的是叫做 周國榮這位保全 這位保全後續送醫之後也不治的身亡 另外一位保全 郭志偉分別有一些受傷 而這個犯案影像 崇雄哥應該都有看過對不對 你當時分析 這個搶匪他有一些怎樣的特點 他的手法是怎麼樣的 當初回想他的手法都是單人 我發現到他都是單人 然後趁著下雨天穿梭雨衣 但是持槍的動作大概都是單手開槍 以前的影像沒有那麼清楚 大概看得到他的方向清潔 都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速度很快 前後大概也不到兩分鐘就完成了 兩分鐘內他就用單手去持槍 然後去開槍 他的開槍你當時有研判 他是嚇阻作用嗎 還是真的要這些保全死 他應該是嚇阻了 因為他都打腳 我們發現他一些案件幾乎都是打腿部 就是自止保全人員上前 對 那這樣的一個開槍動作 你當時研判他的射擊經驗豐富嗎 應該是有在玩槍 因為很大膽 因為感覺到他不慌張 不慌張的不慌不忙的去射擊玩就對了 OK 那他當時的穿著 有一些怎樣特別的地方 因為檢視以前的通通都是穿雨衣 都是在雨天的時候放案 你說當時這一期合作經驗豐富山分行的時候 他就是穿雨衣放案的 還有穿著什麼樣的一些裝備 全罩式安全帽 然後戴手套 就是幾乎都是沒有繞到任何特徵出來 我們後續在現場 有勘驗到一些怎樣的機證嗎 或者是有任何的一些線索 瑞基哥那時候有嗎 其實任何的案件 像這種運造車強案 就是特殊重大刑案 所以當下我們有動員很多人來做調查 包括我們台北市監視中心 監視中心它做的就是我們科學證據的採樣 所以包括現場從監視器了解他犯案的時間 跟他行蹤軌跡之後 可以就是他整個行蹤軌跡 他逗留時間的周遭就會留下相關的機證 我們也花了很多心思 包括圍牆是不是有指紋 是不是有煙蒂 是不是有檳榔渣 或者是其他的一個機證 另外這一次因為有兩名保全被開槍 所以在彈頭跟彈殼的彈道的採集 我們送到實驗室去做比對 也是一個重要的刑事證據 所以當時現場有採集到彈頭跟彈殼 除此之外這些DNA的一些線索 就沒有採到更多了是不是 在這個案子並沒有採到特別的DNA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有兩名保全人員受傷 其實當時第一個受傷的是郭志偉 他只有左上背部有擦傷而已 其他子彈都被防彈衣幸運的擋下來了 至於周國隆就被保全了 他則因為被擊中 沒有受到防彈衣保護的左上的肩膀 這個子彈直接貫穿了肺部 然後卡在他的肋骨上 送往馬街醫院之後去急救 然後書寫多達三四千cc 一度有恢復心跳 但最後還是傷重不治這樣子 當時我們其實那時候的監視影像 也並不是非常的一些成熟 畫面也不是非常清晰 但那時候知道說他有去搶完之後 有去騎著一台黑色的機車 車牌號碼有三個字是CYM 後面是什麼就看不太清楚這樣子 後來警方也開始進行了一些追起 不過這一起在2007年發生的 合作金庫中山分堂 造成一個保全人員死亡的這個案件 遲遲沒有告破 我這邊比較好奇的 我在想那個年代 為什麼會想要搶的是運鈔車 是不是那個年代的運鈔車比較好搶 是嗎 聰雄哥 應該是保全人員 他本身的華木裝備 當然他只有警棍而已 或瓦斯槍而已 他在收錢狀況的話 一直收到最後他去存款 運鈔在裡面應該都會有蠻多錢的 而且他都幾乎趁他要進入雲廊之前 動手開槍就行槍 應該是最有力歹徒他犯案的時候 而且又在路邊 他開完槍搶完運鈔袋 騎車馬上就走了 如果一進到銀行裡面 有可能會被鎖在銀行裡面 所以他幾乎都是 這運鈔車到達的時候 保全人下車 背著運鈔袋他就動手 他覺得這個是最好的犯案時機 那瑞姬哥你覺得是真的那連帶運鈔車比較好搶嗎 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這件事情 我們早期在搶銀行的案件的時候 因為發生很多件 所以警察就花了很多心思 做所謂的金融機構的安全維護 你說銀行本身的 包括警察會協助 包括他的櫃台的高度 還有應該要裝柵欄等等 還有他的行員 他的抽屜的現金 擺的量不能太多 所以今天當你要到一個銀行去搶銀行 你會面臨到這些的 不管是物理上或人為上的一個控制 縱使讓你搶成功了 陳如剛剛崇雄所講 你有可能被外面的保全 鐵門把你關下來 跑不掉了 再來你可能就是只搶得一個行員 或兩個行員中間抽屜的那些錢而已 可能幾十萬 對 回過頭來我們看搶運鈔車 就是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運鈔車他這一系列的狀況 就是運鈔車都是搶最後一戰 最後一戰一定是放款 下款把錢拿下來 再來是他會第一時間用比較強的武力 比如說開槍 讓保全員失去他的抵抗力 然後再來就把金錢拿走 所以他必須要對抗的 可能就是只有兩三名的保全的抗制而已 相對比到銀行內部 他可能會留下更多的激震 可能會遇到物理性的阻礙會更多 所以這個搶匪很明顯 就是有經過一些審慎的判斷跟思考 才選擇去搶運鈔車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蠻重要的點 是這一個搶匪他在犯案的時候 當時在合作金庫的這一期搶案 當時所發生的時候是在下雨天 所以你們研判他為什麼會 特別在下雨的時候犯案 崇雄哥 因為一般下雨天的時候 不管路上我們行人要撐著雨傘躲雨 騎機車的穿著雨衣 大家也是在躲雨 盡量都不會去往旁邊看 你不然間有一個人在旁邊坐了什麼事 在路上行人大概都不太會注意到 尤其是下雨天 下雨天雨聲車聲 他縱使開箱 有的人或許會沒有注意到 雨聲可能很大 聽不到 而且路上大家都穿雨衣 又戴安全帽 特身大家都一樣 所以他穿雨衣這件事 反而把他的一些穿著特徵 全部都掩蓋掉了 瑞姬哥你覺得 還有什麼樣的一些特徵 的確剛剛崇雄所講的 他穿雨衣之後 戴全罩式安全帽 他穿著就跟正常人一樣 是一般化的 所以我們很難去透過監視器追蹤 哪一個可能是搶險 再來第二個 可能下雨天的時候造成 譬如說我們的入口監視器 或者是影像會比較模糊 因為被雨淋到了 這可能在辨識上 特徵就比較困難 再來可能也會產生 我們在做相關科學基震蒐集的時候 可能也會因為下雨天 然後受到污染 你說科學基震蒐集 像指紋 因為指紋我們常常能夠採集到指紋 主要是手指頭上面的水分跟油漬 你只要有水的話 可能就會干預到要用水的方式 來採集指紋的方法 所以這一方面可能在下雨的時候 也會等於是協助它掩護 其實這樣子的雨天穿雨衣 去持槍搶運鈔車的手法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這件之外 它其實在那個連帶已經不是第一件的 它是我們那個連帶的第四件 前面又發生過三件 分別是2002年的10月21號 在中信證券的南京分公司 被搶了206萬元 兩年過後2004年的8月 台信銀行復興分行也被搶了476萬 隔一年2005年12月 在台灣汽營的南京東陸分行 這次搶的比較多 它被搶了1157萬元 不久後就又再發生了2007年的這一件 這短短的在2002年到2007年 就發生了四件 這樣的 而且它的手法都幾乎如出一側 都是雨天穿雨衣搶運超車 這感覺就是同一個人所犯案的 而且犯案地點都是發生在 大家所認為的首善之都 台北地區 接連發生這些搶案卻沒有辦法破案 當時是不是普遍的基層警方 也都背負著蠻大壓力的 崇雄哥 以轄區的話 當然轄區發生重大行案是壓力很大 但是當時的環境因素 像監視器那時候還是沒有建置到很完整 幾乎你用這種 如果是沒有很明確的東西 當然第一時間都是釣魚監視器 從它的來線離線去看 但是以前還沒有建置完成 有的是林里長的 有的是私人公司的 愛於它的保存期限 然後有的畫素高有的畫素低 往往的路口就會斷掉 造成很多斷點 這種斷點到後來也變成 我們要去追後續的時候 都是困然重重 其實金融機構尋守是每天都有 每天本來都是要去尋守 後來是那一陣子 發生漁大到這個時候 免到雨天的話 當然是會加強 再更加強一下尋守 只要下雨 你們就會再更加強尋守 是不是 因為飯器還沒抓到 他什麼時候會再出來 不知道 所以我們還是 一般金融機構 本來每天都是必例行性的工作 只是說雨天的話密度會再更高一些 是 那我這邊聽到有個說法 好像那時候的警方說 聽到下雨就會怕 下雨的聲音 好像大家就會心裡面壓力就特別大 有這樣的狀況嗎 我聽見下雨的聲音 我聽見下雨的聲音 只要下雨 你們就會再更加強尋守 是不是 因為飯器還沒抓到 他什麼時候會再出來 不知道 對 所以我們還是 一般金融機構 本來每天都是必例行性的工作 只是說雨天的話密度會再更高一些 是 那我這邊聽到有個說法 好像那時候的警方說 聽到下雨就會怕 下雨的聲音 好像大家就會 心裡面這個壓力就特別大 有這樣的狀況嗎 我聽見下雨的聲音 我聽見下雨的聲音 其實在案件還沒震破之前 在雨衣大道沒有抓到之前 或者是有沒有第二個雨衣大道 我相信他也不會再出來發 可是在沒有破案之前 我想 尤其是台北市的警察同仁 非常辛苦 因為我們都擔心他什麼時候會再度犯案 所以在這個條件 情況不明的前提之下 我們做了很多金融機構的安全維護工作 譬如說我們會去協調各銀行 他應該要把運鈔車 原本在大門口 應該要進到地下室 或者是原本只有保全 可能經理或男性員工要出來幫忙 透過多一些物理性的限制 還有一些人力的幫忙 可以漸減嚇阻躲藏在暗處 事蹟犯案的歹徒 另外剛也提到像合作金庫這個案子 它是發生在3點40左右 也就是銀行3點半關門之後 事實上早期 或者是我們分析相關金融機構搶案 發生的兩個熱石 它是在開門營業前跟3點半關門之後 因為在它正常營業之間 當然入出的人很多 所以你要犯案 你要施封被捕的機率很高 可是在8點 銀行還沒開門之前 還有3點半以後 我們發現是另外一個 銀行搶案發生比較高的熱石 所以發現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也要求了同仁 針對銀行開門前 還有3點半關門後 要加強跟銀行的互動 了解他們銀行裡面的狀況 就想辦法去預防雨衣大道這次犯案 就是不曉得它什麼時候會再來方案 所以我花了很多人力物力時間 在預防工作上 那時候可能整個台北市的警局 全部都這樣忙起來了 就為了要去預防雨衣大道在發生 但沒有想到可能在這之後 儘管我們非常努力的去防範 但又在陸續發生了第5期 第6期的運鈔車搶案 分別是在2008年台北萬華青年郵局 就被搶了430萬 2009年國菜市華銀行 又被搶了278萬元 雖然沒有前面所搶的金的那麼大 沒有說什麼像台氣營被搶了1157萬 或者是像我們第一期所講的 就是1679萬有打死保全的那一件 但是在我們積極的這些防範之下 還是又發生了這樣的一個運鈔車的搶案 而且都是雨衣大道所分案的 但可能是因為知道說警方 銀行端都提高了警覺 雨衣大道在2009年之後 這樣犯案之後 他就這樣子消失了 直到又在3年過後 2012年的3月26號 這時候又發生了一期搶案 而且這期搶案非常重要 這是第7期 犯案的地點 剛好跟我們前面所提到的2005年的搶案 一模一樣 都是台氣營的南京東路分行 不過這一次很特別 他當時沒有下雨 而且剛好就發生在重雄哥的侠續 就發生在松山 當時你接到通知之後 過去有進行怎樣的了解 當天其實我們是小隊友是輪修的狀況 我記得當天剛好就換了一支智慧型手機 你說你自己 對 剛好陪我老婆就換了一個智慧型手機 剛好插卡上去電話就來了 你自己的 你自己剛插上去 辦公室電話來了 就說已經我發現銀行強暗了 當然一定要趕回去 整路上電話一直響 也不會用 電話不會 因為剛換了也不會用 我們就直接到現場去了 到現場 因為當初台戲以前是前門 這次是後門 之前上一次被搶的是搶前門 對 搶前門 這次是從後面停車場 然後保全停完以後走進去 他就跟進去 從旁邊的樓梯間就跟進去 一樣也是開槍 進去就開槍了 開槍以後就搶走 整個翻案的過程 你們當時有釣跡監視器畫面 他從前面好像就有一些 陸陸續續去那邊站崗 或者是去那邊守候了是不是 根據釣跡監視器 他其實他在一個禮拜前 就已經都在附近這邊繞 有在繞 就是等於在觀察地形 運燒車的進出時間 當然他也不是只繞到附近 整個大台北地區 繞到新北地區到處繞 他放案之前就已經開始在繞了 所以他當天他過去的時候 他有在那邊等候了一下下嗎 他好像是在 你說他躲在其他地方是不是 他守候的過程是怎麼樣的 他就是騎著機車到處晃 當天是沒有下也沒有下 但是後來我們找到車子以後 車子裡面還是有一件雨 因為那幾天剛好有時候有陰天 只是他覺得可能他的時機到了 他決定要放案了 那一天是沒有穿雨 但是那一天他比較好 好放案的是 因為是他後門 後門剛好停車場 那旁邊一個樓梯間 他躲到頂樓去 頂樓 他躲到頂樓的樓梯間 在可以看到運燒車的進出情形 可以看得到 所以他也在看時間 因為我們當初有看到 監視器他也在看手錶 但當他發現運燒車要進入到 後面巷子到停車場 他就下樓了 很明顯 因為大樓剛好都有監視器 他就走下樓 所以他算好運燒車會來的時間了 對他已經算好了 他也應該有看到 進燒車從巷子彎進來 所以他就從樓梯間開始 伴走伴跑的方式 就這樣走下來 下來他先在樓梯間看了一下 又到往地下樓梯間那邊 等於一樓他再往地下室去 因為那時候可能還沒到 他可能走太快還沒到 等到運燒車到的時候 他從地下室衝上來 衝上的時候 他已經就先開了一槍了 對人嗎 還是對空 沒有 就上去他跌了一跤 是不是那時候 忽然間是誤扣扳機 但是那時候確定是有先開了一槍 因為有打到外面的車子 後來保全員進去以後 他就跟著轉身就衝進去了 就衝在銀行裡面開槍行槍 好像又連續開了4槍 對 在銀行裡面 但他這次也一樣 是朝人的下體去射擊嗎 對 也是對著保全員開 對 也是打左右腳 那時候保全員 我這邊資料 羅景順他的雙腿 都分別被射傷了 就是因為搶匪總共開了4槍這樣子 他總共搶走三代 一共有1250萬元的現金 但他是在晴天犯案 你們會想說這是雨衣大道嗎 一開始我們自己是還沒有理想的 因為是好天氣 但是後來我們是根據他的手法 拿到一些前案的在解釋以後 發現應該是雨衣大道 比如說他的開槍的知識 開槍知識要行搶 因為當初這一家銀行就被搶過一次 對 他又被搶第二次 一家銀行要被搶兩次的機會真的是不高 對 可是他對這邊的作息環境 應該是滿熟悉的 所以有可能應該是他再度犯案 所以瑞姬哥你那時候 不久後 你也加入到了專案小組裡面 對不對 因為這個案子鬧得非常的大 然後我們整個警方 台北市的警方也有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來共同協辦 你也是那時候加進來的是嗎 2012年的3月26號 是我到北市行大四隊當隊長的第一天 第一天 那一天也是我們的大職日 我們所謂的制度是這樣 大職日就是要負責支援各分局 就是當天發生的一些特殊重大案件 所以當天就負責去支援 支援就一次支援滿60天 直到案件破獲才歸見 這是當時的一個蠻特別的小插曲 其實這個案件發生之後 剛剛從小也特別講 其實一開始大家心裡都有一個question 到底是不是雲霞到這個人出來犯案 對 不是下雨 不管是標的物運操車 不管是開槍或持槍的姿勢等等 可是我們要論證一件事情 就必須要有證據 所以當時其實也感謝當時的各級長官 包括從署長到刑事局長到台北市局長 台北市行大大內長 中山分局分局長等等 他們都投入了相當多的資源 例如像刑事局的建設中心 台北市自己的建設中心 他們做相關的一個科學財政 在科學財政的過程中 就去比對到 2012年的這個個案所用的槍枝 他現場遺留的彈殼跟彈頭 跟合作金庫剛剛那一件 2007年那一件是吻合的 科學證據吻合的 所以都是同一把槍打出來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有科學的證據 來把相關的案件把它串連起來 包括有一件是前一期的 94年的台氣營的案件 也是踩到DNA 所以最起碼我們從2012年的 現場所遺留的DNA跟彈殼 我們確定的就是連續判案 就是魚魚大道 這三件是同一個人是不是 你剛剛講到彈頭有沒有比對 另外一個DNA是另外一起搶案的 94年 民國94年的那一期搶案 他是現場遺留了什麼樣的DNA證據 94年其實他當時也是騎著張車在犯案 張車犯案他做了很多的防護 包括全罩式安全帽 包括手套 包括雨衣等等 在94年那個個案 我們現場去踩而騎到一個 他戴過的手套 在車子裡面嗎 在車子裡面 所以這樣的一個手套裡面 就有踩到他的DNA 可是在這一期有嗎 在我們現在最新的這一期 第七期也有踩到他的DNA嗎 其實我們在偵辦2012年的 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花了很多心思在調監視器 那也重建他的軌跡 其中在前一天 因為真正發生那一天是星期五 在前一天的星期四 我們有同人發現他在銀行附近 同一個案發時段有穿著雨衣 可是當時也沒有下雨 那後來也在他穿過的這件雨衣 上面踩到他的DNA 所以他當時有到現場 有再繞過一次 對 前一天 也沒有下雨 那他前一天穿著雨衣 可能當時是他想要下手的一個時間點 只不過當時沒有下手 覺得可能時機點不對 或者是有可能 可能不如自己預想 所以沒有下手 等到隔天的時候才下手這樣子 後來我們有找到這一台他所騎乘的張車 然後也扣到裡面有雨衣 雨衣上面有急鎮 然後剛好連結起來 這三件搶案都是同一個人犯案的 三件搶案是有科學證據支持的一個案件連結 是同一個人犯案 另外還有四件 可能目前當時還找不到一個相關的證據 當時沒有科學證據的連結 就先連不起來這樣子 好 那這一期第七期的搶案 當時這邊補充一下 當時他說犯案過程 這個搶匪只說了兩句話 第一句是賀斥了一個保全員跟他說讓開 第二句就是在逃離的時候 他冷靜的留下一句不要追過來 他只留下了這兩句話而已 然後其餘就是非常過絕的 開槍射傷保全的雙腿 然後搶走了1250萬元 好 那在犯下這起搶案之後 這個保全人員羅錦順他雖然被兩槍 貫穿他的左臀部跟右大腿 但好險沒有傷及了他的腿骨 神經跟血管只是疲漏傷而已 這算非常幸運的 因為如果子彈真的射算他的 比如說一個大動脈 應該就失血過多 可能就救不回來了 好險他只是疲漏傷而已 後來經過送醫急救是沒有生命危險的 好當時雷吉哥你說我們整個專案人員 開始投入了非常多的資源進來 也做了一些非常多的努力 像是怎麼樣的一些努力 比如說監視影像的畫面調閱 到時候是到底怎麼樣去調閱的 其實這個案件有很大的我們偵查的基礎 是來自於當時台北市政府建制的 一個入口監視器 當時整個建制在警察局 還有台北市所有行政區裡面 一共設置了有13699支的入口監視器 這些監視器都是拍各大入口跟各巷弄 當時也是我們當時都不曉得 監視器可以發揮到多少功能 只知道說要去調監視器 當時其實最尖銳在調監視器部隊 是集中在大安分局 大安分局來支援是不是 這個案子事實上轄區是發生在松山分局 那行刑大隊去支援 可是當時的局長也要求大安分局 要把他們最精銳的調閱監視器小組的同仁 都指派過來 我們透過監視器很快的去找到 他氣質張車的位置 那就確定他的張車牌 還有本身張車 我們從這兩件事情 一個張車一個張車牌 它是兩件事情 它是兩件的切套案件 偷摩托車跟偷車牌 是兩起 他只有一個張牌而已嗎 他另外還有偷其他的張牌 我們透過因為他偷摩托車跟張牌 所以我們去找到兩個施主 去找到他當時停車的位置 再慢慢的把他當時 犯案前的這些要偷張車牌 來規避警方偵查的這種做法 我們慢慢把他勾勒出來 他事實上是從3月19號 就開始在偷張車 跟後續偷張車牌 3月19號 大概是 前一個禮拜 犯案前的前一個禮拜 就開始做這些犯案的一些規劃 那個時候我不知道 因為你們兩個都是專案人員 然後專案會議開的密度非常的高 有沒有感覺到那種 案子一定要破的壓力 崇雄哥有沒有感覺到那時候 當然是有 每天晚上8點4 固定專案會議的時間 要把前一天所分配的工作 要做一個提報 然後再有什麼長官指示的 大家提供出來的一些要去查的方向 再做一個分配工作 每天都是在一直從屋 在做一些專案性質 分配的一些查訪工作 但是盡量要先把他的來線 離線離清楚 他確定的落腳處在哪邊 只要我們是要去找出他的落腳處 落腳處就是可能他的住所 但是因為他真的是 整個禮拜都在大台北繼續去落 他確定的落腳處在哪邊 只要我們是要去找出他的落腳處 落腳處就是可能他的住所 但是因為他真的是 整個禮拜都在大台北繼續去落 花費了很多時間在七十七上面 瑞基哥那時候 好像你們每天晚上的這個會議 好像要被稱為8點檔是不是 事實上這個會議一開開60天了 每天晚上8點開來參加的會議 當時的署長就來主持過兩次 刑事局長也來過兩次 更不要講其他的各級長官們 其實每個長官都很重視這個案件 因為如果真的是魚大道 犯下這七起案件 我們參加專案會議的人 每個人都想要竭盡所能把他抓到 因為他已經做了10多年了 那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當時不是來自於長官的壓力 也不是來自於機案破案的壓力 而是來自於時間的壓力 為什麼特別強調時間的壓力 因為當時台北市雖然有13699支的監視器 可是監視器只保存一個月 雖然案發是在3月26號 可是我剛剛講的 他的第一起偷摩托車的事件 是出現在3月19號 也就是往前已經提早7天了 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天 掉一監視器 每一天的效用 監視器會一天一天的 就自然不見 逐程的降低這樣子 他會自然的不見 他會往後入新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真的是 動員最多的人力跟時間在監視器 然後重建他 包括犯案當天的軌跡 還有事前勘察的軌跡 還有他去偷張車張車牌的軌跡 再重建這些事情 那這畫面如果真的被 有一些關鍵的畫面被洗掉了怎麼辦 你們那時候有做一些預防嗎 所以當時在專案會議的時候 就已經有決議說要去封存 我們當時有找出一個熱區 熱區怎麼知道熱區 就是他每天最早出現 跟最晚消失的時間 會集中在中山區的 河江街龍江路那一帶 再加上跟台氣營的一個地緣關係 所以那時候專案小組有決議 在沿著這個周遭 有畫出一塊的方塊 方塊畫出來之後 就去以DVD光碟片 還有那個年代有2T的硬碟 2T很貴 那個年代很貴 那個年代我們還買了20個2T的硬碟 光DVD光碟片去封存 我們畫出來那個區域 DVD光碟片 所有監視器 封存影片的一個專案小組 大概有20個人在裡面 光是看監視器就要20個人 當時封存的這些影片就20個 可是每天像在調閱監視器的 又有新的 又有大安分局的 還有宋山分局本身 所以投入了很多警力在調閱 光碟月就花了不少人力 他犯案前 你說做大概至少一個禮拜前 就開始做準備了 他感覺很熟知警方的辦案技巧 會嗎 你覺得崇雄哥你那時候看 他是不是很知道說 你們是怎麼樣去辦案的 好像刻意去規避你們的一些查契作為 他大概應該是有一些基本的常識 犯案以後警方大概會掉監視器 找特徵 找生物基證幹嘛 所以看他在騎車 他就是在干擾 他到台北地區 一直繞 遠到山崇 山崇吉美就去偷車牌 我再回來台北市到處繞 他這個就是在干擾 我們在查其他 你說一般人 你怎麼可能每天早上六七點 到晚上六七點 都一直騎摩托車在繞 而且他 從我們調監視器那麼久 有沒有看過他有安全帽拿下來過 或手套 手套也沒有拿下來過 因為我們曾經有調到加油站 他連加油都是戴著手套掏錢 這樣不會不方便嗎 但是他有辦法掏錢來加油 就是他連加油的錢 也怕警方找到 會不會有他的機證在 他其實是小心到這種程度 所以他刻意繞著 就是帶著你們去繞了台北市 非常大一圈 然後讓你們可能在辦案上 有非常大的壓力 就是要調運這麼多 他的路線的一些監視器 也是一段不太容易的過程 那時候從前跟我們做了一些影像分析 也有分析出一個怎樣的重點嗎 影像的重點大概 因為當初偷車的時候的畫面 他只是 因為以前像弄的監視器 還沒有那麼好 但是簡單去見自己 拍出來有他的身形 但是他是戴著帽子 但是戴著帽子 在暗像裡面臉部是看不太清楚 但是大概的穿著 走路的形狀 身形 那個大概都是蠻清楚的 這個是我們那時候 當時的調運機器 有看到這些東西 偷車完以後 就開始全部都是安全帽 全身包緊緊的 結果剛好在第一次偷車的時候 有一些走路的畫面 這個走路的畫面 你們看起來有怎樣的判斷 感覺他是有在健身 怎麼說 身體很壯 感覺身體很壯 五倍熊腰的感覺 你胸肌大的人走路 一定是手夾不起來 手夾不起來 就像很壯 那種類似像練健身的 有像館長那種感覺 類似那一種 其實當時 因為我們 拜我們當時的監視器功能所賜 事實上我們掌握到 他很多的動態影像 當時的智慧型手機 像iPhone 大概就是iPhone3還是iPhone4 還有一些智慧型手機也蠻流行的 所以當時我們傳統的辦案 都是拿著平面的照片去做訪查 當時我們就把已經有拍攝到 他的全身的動態影像 還有可能可以識別的一些特徵 但是我們從頭到尾就少了他一張的正面照 他就不把安全帽拿下來 對 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就把所有的 包括他走路的樣態 他剪短頭髮的一個角度 或他四分之一臉等等 還有剛剛從小特別提到 他的走路的身形 從走路的身形 還有他的穿著 比如他喜歡穿風衣 穿後底鞋 還有他理短頭髮 另外可能胸肌跟二頭肌的發達 所以他手夾不起來 等等就研判出他很多可能會有 比如說理短髮的習慣 理短髮習慣可能是家庭理髮 或者是一些高級的髮型設計師 我們都分別去做查訪 他的身材有壯碩健身的狀況 我們也去查訪很多的健身房 他穿著的風衣或安全帽 我們甚至還逐一去問相關的 他上面安全帽 還有一個寫的叫做 Wish you luck Wish you luck Wish you luck的字樣 我們還去找了 希望你幸運 去找了廠牌 然後希望他的通路 還有他服裝的通路等等 希望能夠去勾勒 但是因為 如果做到這個地步的話 他已經是範圍比較大的搜尋 那個效果不好 可能會完全離開台北市的搜尋 我們當時剛講的拜監視器手次 還有當時的智慧型手機 所以我們很多的影像跟照片 事實上是給所有專案小組的同仁來使用 讓他們在外面能夠便宜來做查訪 還有布線 就是直接給他們除了照片之外 可能會連一些走路的身形的影像 也可以存在智慧型手機裡面 讓他們可以直接去外面 跟著比如說 這個畫面的人 這個走路的畫面 你有沒有覺得跟哪個人很像 會比起我們很傳統的 拿一張照片 或者是一張什麼給人家看 會比較來得清楚一些 因為這個語意大道 當時我們找了那麼多監視器 但好像我們要光是搞清楚 語意大道它到底多高 就是一件蠻困難的事情 當時我們好像有做一些這樣的琢磨 但是這一塊是我們見識中心 它在主導這件事情 我們都希望能夠提供給我們一個數據 比如說它到底是170或是168 讓我們同仁在外面查訪過程中 才有方向性標的 可以去做確定這個人 大概就是不會超過多少公分 可是當時這一點也很困擾我們 因為我們沒辦法去做量測 我們只能從它在2012年犯案之後 所經過的一些路口監視器 可能影像比較清楚 而且畫面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把它畫面截出來 再到現場 用同一支監視器的角度 然後同一個量尺 去把它的身高去標註出來 可是當一個我們的Monitor畫面 可能是量出來 可能就是9.9公分跟10公分 可是你放大10倍 放大16倍可能誤差就會差到1.5公分 只如果差1厘米就會差到1.5公分 所以當時為了這件事也是重複重複的去量測 然後來監視中心給我們一個參考數據 數據是168到170左右的身高 就是光是要搞清楚 可能多高就花了蠻多功夫的 因為監視器要去 監視器可能就是一個大概的高度 但是我們要量監視器上面的高度 儘管量出來這個身高可能大概在 比如說可能是170左右 但是監視器裡面的影像是經過縮小的 所以看不出來實際的身高 可能我們量測監視器上面的畫面 看起來像是170 但是可能誤差了稍微一點點 但是實際上就會差了非常多 因為經過放大縮小之後 可能差1公分會變差到10公分之類的 除此之外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監視器還有拍到很多關於 羽衣大道它的側臉 然後後腦勺等等的影像 但就是缺一張正臉 但缺了正臉到底外面的專案人員 像從旋哥他們怎麼去找人 如果沒有一張正臉照的話 後來也沒有辦法去找出 這樣一張正臉的照片 我們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所有的 正面照清晰的角度 包括它的下巴 它的嘴巴 它的眼睛 它的側面等等 我們用那種當時的影像處理 類似Photoshop的概念 去把眼睛嘴巴去把它拼貼起來 可是那個拼貼起來 就看不出不像一個人 畢竟每一支監視器的角度 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你怎麼拼貼那個角度 就是有問題 怪怪的 然後我們拼出來 這是用的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這個要請崇雄來講一下 就是我們用 也就是把這些特徵 給了素描老師 他們去做描繪 崇雄那時候是怎麼樣 後來我們對上監視小隊 找到一位陳老師 陳老師 他是專長是做什麼的 他們是專門在教大學生畫圖的 在四大附近 找到他的時候 請他們畫室 就提供了這些東西資料給他 他們就幫我們素描出一張照片出來 你說這些不同角度的照片 比如有眼角的 有嘴巴的 然後有鼻子的 然後還有影像 大概給他參考 所以他們後來有畫出一張素描 一個人像出來 那人像大概也是提供的 其實事後 抓到犯學的時候 覺得還蠻像的 看起來真的有可能八九成相似 那就只有找這個陳老師而已 還是還有找其他人 因為畫圖是找他 素描 素描部分是找他 所以像這種重大的一些案件 我們有時候也都會透過這樣的一些方式來拼湊出 犯險可能的長相 後續 沒想到專案期間 我們在努力追查 拿熱照片 開始在找人的時候 又發生了一起槍擊案 然後反倒讓案件有一些 不太一樣的發展 是不是 那時候重雄哥 好像也是發生在你轄區 那時候狀況是怎麼樣 當天4月17號就圍翁廣廠 二樓咖啡廳就有人報案 有人遭受槍擊 我們到現場就發現 有人被開槍受傷了 犯險就逃逸了 整個案件又在松山的我們的轄區 等於是狀況小組是同一批狀況小組 狀況小組是同一批 有經歷去辦嗎 還是有 還是要撥人來繼續辦 那時候好像在打聽這段期間的時候 有打聽到一些相關的線索 有嗎 因為說槍擊案是屬於這種黑幫仇殺 還是報復性的性質比較高 所以我們當初就去找了一些 比較灰色地帶的人來問看看 或許他們會不會有這個訊息 當然我們當初 我就去找了一些認識的人 就針對槍擊案 你們有什麼訊息可以提供 但是這個訊息 當然有的人是不方便提供什麼 只是在查的過程當中 就無意間 無意間就講得很倒楣 很倒楣 我不是說很倒楣 狹區發生槍擊 又發生銀朗槍案 就這個一句話 剛好被查完的朋友 他忽然就認了一下 然後呢 我說那你是知道什麼 我就給他看電視器 就跟大作講的 那時候就已經有數位型的 我是用平板 把影像輸入在平板 就給他看 這個人走路 他一看他說他很眼熟 那當然我說那是講真才講假的 但是當時也不以為意 他是跟我講說 隔一兩天 他想一下再打電話給我 那當然我們就走了 趕快要辦槍擊案 所以還是回來去做我們的事情 後來這一個人有在跟你聯繫嗎 打給你嗎 有啊 兩天以後他真的就打給我 講什麼 他就約我在山蟲 在山蟲 他就講說 這個人的影像 如果是把頭蓋住 他應該認識 因為影像模糊 正點是看不清楚 但是穿著跟走路 他認為他是他認識的一個朋友 不是很熟 就是他們共同在玩水 在滑水一個地區認識的朋友 這個朋友有沒有外號 他都叫他王董 王董 對 他叫他王董 我說那你再想想看 你再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他的相關的東西 所以他後來那一兩天 其實他就去幫我打聽了 因為他其實他也忘記 這個人是誰 可能他就是去打聽 去那些俱樂部 玩水相關的人去打聽 以前大概是有誰 所以他問完兩天 然後他打給我 我跟他約見面的時候 他跟我想說 這個人應該是叫 他都叫他王董 以前去玩滑水的時候 他有開過汗馬車 看過BNW幹嘛的 應該是 他只知道他姓王 王年紀大概快50歲 在美國被關過 回來台灣台中被關過 是槍砲案的 他大概就知道這些 我們當然 其實這些也蠻多的 蠻重要的一些現象 也蠻多的 所以當時先出不取的 這些資料以後 當然回來我們就在中央小組 跟主席報告 所以有一條這樣子的線索